重点在这个字 虽然是义务 但是他是干部 义务干部有什么规范 意思你就算黑道也可以就对了 这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而且是干部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林国成当然你也知道这个事情 你要叫林国成回答 也很快 然后他说我们认为不可以 会请他离开 代表他认为可以 是不是 他认为王振宏可以 意思说现在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 可以 现在这个人可以 进来 没问题 但我的重点是这个地方 这个案子很新鲜 这不是说在我们记忆中 可能三年五年前的事情记不得 好了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们党部的发言 不知道对几雷 竟然说这句话 不随爆料者起舞 这句话很严重 因为说今天爆料的人是说 你们用了一个人 正在此头宫前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说非常的谦虚 对 我们真的不查 好 那我们就已经请他离开了 你竟然说不随爆料者 其实我一直说我比较衰 爆料者爆到了 好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了 这个很有那种 你知道黑帮的气势 我才不跟另外一个帮派 民众党照用不误 这什么概念 这太夸张了 好了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这一连串的案子一直在爆 好像无敌 那当然柯文哲好像有说一句话说 希望赶快把这事情给处理完 可是你说一下话 处理得完吗 真的 柯文哲说 谁在搞出奇奇怪怪的事情 杀无色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每个案子听起来都很惊悚 暴力讨债 还有包括强拍裸照的 还有包括就是做这个所谓的三七载的 那你民众党怎么短短四年的时间 白色到底染成是黄色的 还是染成黑色的 还是染成什么颜色的 你白色什么都可以来吗 我觉得这是让很多民众 跟柯文哲所要讲的形象说 我清新的 我这个什么垃圾不分蓝绿之类的事情 我会觉得很矛盾的 也就是说别人做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把他说 他这个行贿很糟糕 这个政党堕落 就你自己做的事一件一件的报 但是我觉得你请教这个事情不可忍 李玄教 对 因为他2016年被判 就是他议长会选的时候 他继续搞光电了 而且这光电案子 正好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最不能忍受的 因为柯文哲到侯友宜 他们特别去了这个西谷 说你看这些渔民 被这个光电的业者欺负 原本的这个养殖渔业 被这个光电者就这个 就是把他想办法拿走了 结果李玄教的案子是有两个养殖业者 他的租 已经租约都想好的时候 地主跟他说 李玄教跟他家族 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花了1.6亿元 把余恩给买下来了 李玄教真的很有钱 还利惊人 1.6亿 一般我们说 光电业者他们也是用乘租的 只是租金比较高 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 最厉害的案例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案例 直接现金买 你不用多说了 1.6亿摆在前面 这个地方我就是要做光电 这是多大的暴力 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厉害 这招很狠 因为你如果是对 你出了租约 对方出了租约 你还可以在法律上诉讼 因为租约比较早 他直接跟你摆明了 你不用跟我争了 这些余恩 李玄教跟他家族 就已经买下来了 那更不用说 现在网路说 他是第32案 那些有个著名叫 耶稣流行 欲擒指黑中心 指挥中心赶在这边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在暗指的就是李玄教 但李玄教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玄教最大问题是 所有台南人都知道 以过去所做的事情 现在你民众党不是白色的吗 你竟然跟这个又是会选 又是想办法 窩夺人家余温的人 甚至有传出之前 跟女魔的事件的人 然后你跟他说 我们支持你 这件事会爆僵 这个事情比之前案例更糟糕 我们看到民众党这些 因为有越来越多 有前科的加入 那这些可能是小弟等级了 那现在咖数越来越大了 包括前台南市的议长李玄教 现在也是科批的力挺 再来就是新竹市长高宏安 这也是他们现在从政党员 最高的职位 那因为高宏安在出国前 就发布了一个人事命令 包括副市长蔡立新 就去职 还有文化局长钱康明 也去职了 但是很奇怪 钱康明在他的脸书上 最新的留言是 全身而退安全下庄 范老师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 民众党 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充满了这些有钱客人 再来他们的这些市府 新竹市府 到底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感觉上进入高宏安的团队 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吗 我先想民众党 他现在被这个黑金黄所包围 不是黑道 就是这个跟这个 琴瑟的这个产业有关 拉皮条什么的 要不然就是黑金 所以我觉得黑金黄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 科文哲他原本的支持者 是20岁到40岁 可是大家看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最新的民调 就昨天的民调 在20到29岁 赖清德已经赢 科文哲15%了 这么多 对 赖清德是38 科文哲就23 好那30到39岁了 科文哲虽然赖清德只赢1% 科文哲是25 赖清德是26 小赢1% 好那我们说过去 科文哲的支持者都是什么 直男什么高学历的 拍谁 大学以上的学历 赖清德30 科文哲24 也赢6% 超过了 都超过了 都翻转了 就科文哲急了嘛 才要跟这些阿弟仔在一起嘛 而且我看这个情况 不是一个单一个案 我觉得有点组织性的 不是单一加入 是拉帮结派记录 我觉得 吃后倒下薄嘛 你看两个执行长 都很有执行力 王兴尧暴力讨债 所以追党废最厉害 没有人赶不脚的啦 还可以跨县市服务 因为我过去就是暴力讨债嘛 你赶飞不着 你过试试看 另外呢 台南市党部 也是执行长 也是很有执行力 执行力发挥在别的地方 把人家女生 拖到养生馆 痛殴 你过去强调的是 你是白色 就你现在跟这些 黄金黄黑金 打在一起 那叫饮症止渴嘛 把你原本 你本来在 这个中南部就没有票 好 你现在中南部 都是这些黄黑金 那你的票本来在台北都会 现在台北都会的人看 怎么这些台南也好 这个都出现云林也好 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这些在都会区 原本你克文哲的支持者 也溃散了嘛 所以你变成 你得了中南部 阿迪亚的票 但是你失去了 你原本在都会的 这些年轻人的票 但是一来一往之间 我觉得对克文哲是很伤 那新竹市政府的部分呢 在高航安底下看起来 当官都当不久 官不聊生 当个几个月就得离开了 而且离开的时候 竟然说全身而退 安全下庄 到底他们这个团队 是有什么样的风险存在 我不需要讲 那个蔡立青副市长 完全是被屈辱式的开除 所以我们知道背请辞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昨天脸书一开始还说 台风来大家注意 还PO一张他在这个 他们的指挥所 防灾指挥所的照片 关心新竹 他不晓得他被fire掉了 后来才看惊觉 我被开除了 所以他昨天脸书改了三次 最后一次就说 亲爱的你们好吗 我很好 什么意思 我不会因为这个屈辱 我因此而想不开 或者我感到难过 自我安慰 对 自我安慰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屈辱难堪 你高航安 你不能等回国再宣布吗 因为现在还在防灾期间 而且你离开的时候 谁是你的代理人 就是副市长嘛 就蔡立青嘛 你要把人家开除 你好歹 把人家工作告一段落 再说开除 我问你 我今天说蔡立青 你已经把我开除了 连辞职日都告辞了 我干嘛当你代理人 我两手一摊 我回家睡觉 还好蔡立青 人家有这个责任跟担当 虽然你这样屈辱我 把我开除了 我还是依然站在 我副市长的岗位上 来处理灾情嘛 所以我觉得 就看说 刚刚你这个人 心地非常的狭小 人家现在讲的三个原因 一个地方人士说 高航安不太喜欢跑突 都找蔡立青去跑 结果蔡立青 深获新竹市民的拥戴 觉得他很亲切 说 这个是媒体报道 不是我 报道说 说是这个高航安 他吃胃了 刚刚吃胃 吃胃了 你找副市长 早上帮你跑突 他获得市民的欢迎 也是因为是你的荣耀 你怎么这个时候觉得吃胃呢 这是到 我觉得高航安需要澄清 第二个 就是他本来找 这个蔡立青来帮他弄 这个新竹棒球场 挖秘宝 挖不出来 挖不出来就觉得 他好像不满意 自己挖 本来蔡立青是召集人 把他晾到一边 然后呢 组了小组 也不让这个蔡立青知道 不让他参与 连续美国请那个 什么大联盟的专家来 也不让让蔡立青知道 挖不出弊案的证据 对 然后再来就把他 等于冷冻了 第三个就是什么 我认为 高安找蔡立青某种程度 是希望 希望协助 他的官司 因为他相信蔡立青 他当过高雄 士林地检署的检察官 又当过高检署的检察官 对不对 他也可能有很多学弟学妹 也在当检察官 搞不好 跟高安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可以请他 帮忙协助一下 或许他有这种想法 肯定有 否则为什么会找一个检察官来 检察官他又没有实证经验 是不是用那个方式 希望能够寻求 但是可能做不到 事与愿违 事与愿违不高兴 高安还是被起诉了 就把你换掉 把这个蔡立青这样的对待 未来谁敢当他的幕僚 然后他市府还讲一个说 什么蔡立青对公文处理系统 不熟悉 怎样怎样 不好意思 副市长都有秘书 公文处理系统 劳家不到副市长 秘书帮他做就好了 如果以蔡立青来讲 他当过检察官 他怎么可能对公文系统 完全不懂 所以你把他赶走就算了 还给他安一个罪名 说你对公文系统不熟悉 再来 我刚刚讲 他现在短短不到八个月 副市长走了 两个局处长走了 刚刚讲的文化局长 钱明康 还有一个在教育处长 佟凤娇也走了 两个都很重要的 都跑掉了 这没什么 军心不稳嘛 然后他把谁 把他的发言人叫做 私俗庭 36岁发言人 当民政处处长 民政处是市政府的天下第一处 从出生 到你往生 全部都管 这么重要的处交给一个发言人 只是因为诱人为亲 他可以掌握住 这个私俗庭 人生经验只有两条 履历表 隆达电子人力资源管理师 这一个 第二个 新竹市西区议员候选人 还没选上 那凭什么 担任新竹市政府 天下第一处处长 你让新竹市的公务员 心寒了嘛 我们努力了 二三十年 我们干不到 结果你又 你任命你的发言人 又没有什么经验 就当这个处长 所以就变成小人 开大车 那为什么呢 你根本不在乎市政 你到目前为止 你问你 他上任八个月 除了 准备要出庭 除了挖新竹棒球场的秘宝 除了人不断的 人事不断的 离开 除了他出国访问之外 他做了什么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 去出国访问 我不晓得 是不是毕业之旅 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庭了 对不对 会不会被收押 有没有可能 就要离开市长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 新竹市民选了一个 高豪安市长 一定是目前 大家都非常悔恨 非常后悔 对 余将军怎么看 民众党的发展 其实有点让人家叹为观止 真的无法想象 竟然是会帮派化 那再来 当然他们的 这个所谓的党内文化 以及这个 从高豪安当中可以看出来 他的包括 从他之前担任立委的时候 助理就已经不断的在流动 那包括现在 他进入新竹市府 一样 他的官员 也是这样的流动 只是说流动的结果 将来觉得 是不是都有可能 像他的助理 可能会背上官司呢 不然他的文化局长 为什么会说 全身而退 安全下装呢 可见 跟高豪安共事 是一件相当 具有风险的事 我觉得当时 高豪安 可能大张旗鼓 介绍蔡黎青 加入他市府团队 变成他的副市长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 借由他的检调专长 能够把林志坚 在当市长时 所有的事情挖出来 棒球场 行政效率 各种的建设 全部把它挖出来 一个一个来侦办 他的四年 不用做任何事 只要靠这位副市长 他检调办案的精神 一项一项去追 他就每个礼拜 报一个案 每个礼拜报一个案 他这个新竹市 就变成爆料之都 他就变成 真的是大秘宝 可是当蔡黎青 到了新竹市后 发现一件事 第一个 蔡黎青不是检调了 他不是检调了 他没有检调的 指挥办案权 他以前是检察官 我可以指挥检调去办案 有的检察官的搜索票 可以去办案 现在发现 他只剩下行政调查 这行政调查 跟司法调查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高黄就觉得说 你不是检察官吗 你怎么不能 叫警察去抓 不行 我现在不是检察官 我现在是副市长 我无权 当初高黄想说 找蔡黎青 以为是他可以 扮演清算前朝 把这个之前的什么 前朝的什么弊案 通通把他揪出来 后来发现 找不到证据 不行 高黄没有法制的概念 他认为 我是市长 有什么不行 你是副市长 你过去办 警察局指挥他去办案 去抓 当然这个是做过检察官 有司法概念 市长不行 我现在不是检察官 我没有办法 开这些相关的搜索票 我不能去做这些事 那我找你来干什么 当然不爽 对不对 新竹市棒球场 挖了半天 挖不出东西来 你要去追林志坚 当市长的时候的弊案 也追不出来 所以高黄安说 那你来 到底能干什么 棒球场挖不出东西 弊案追不出东西来 那当然 蔡宜庆是专业人士 她说我用我的 检察官的专业告诉你 这不能乱搞 这一切要违法 一切要按照法律来走 所以蔡提清 一切是依法办事 高黄安呢 是按照政治颜色来办事 那两个人当然不合 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所以说蔡提清 当然 我跟你讲 她是离开了检察官的位置 她以后 可能可以去当律师 没有问题 她有专长 可是 你当你离开高检署的时候 你到新竹市政府来 那是受了多大的祝福 所有朋友都知道了 我现在去当副市长 高黄安的副市长 我做一做以后 我可能在政治上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宏图大展 突然间你被人家fire掉了 这种感觉 我告诉你 我有过 我有过 2020年的时候 刚参加完国民党党员大会 那个党代表大会 我就问那个黄富星的主委 说 哎 主委 是不是听错把我换掉 我换了跟我讲一下 我好准备一下 只需乌有 别听人家谣言 在见风擦针 遇风灌水 我绝对没有 要把你换掉 你放心 好好干 我告诉你 我回家睡一觉 第二天就拿到 被fire的命令了 所以我相信 蔡提清的想法 跟我一模一样 太突然了吧 怎么突然间就叫我走呢 一点这个预警都没有 所以他才会讲说 没有 我很好 那句我很好 我告诉你 心酸 心酸 一定很多朋友同事 在他脸书上留言 你怎么被换掉了 怎么回事 你当时干嘛离开高检署 一定很多人在问 没有 我很好 心中是心酸与无奈 所以高宏安有朋友吗 高宏安会有自己人吗 高宏安可以带到心吗 高宏安在任何地方 就四个字 离心离德 真的离心离德 他其他官员可能都挫在蛋 因为不知道能干多久 高宏安到了八个月 他用处长 用一级主管用得很凶 教育处长换人 这个再来哪里 文化处长 文化局长换人 城市请销处长的 正副处长一起换 民政处长换人 最后连副处长 副市长都换了 所以他用人用得多凶 我讲 一个人会不会做事 一个人有没有才干 不是说你找了很多 能做事的人 是你到了一个团队里面去 这些人遇到了你 都变成有能力的人 这才叫有才干的人 高宏安不是 做不好都是人家不好 我都很好 所以说我要一直换一直换 那你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文化局的局长 他离开的时候 他会讲说 全身而退 安全下桩 帮你做事没有称赞 遇到责难来 遇到法律责任来的 都你扛 这就高宏 这就是风险 谁要跟他 风险很大 所以离开的人 其实蛮祝福他的 你离开了一个 风险极高的主观 离开他不是坏事 对于柯文哲 对于民众党来说 现在被人家质疑 是不是以家 在领党 是不是家天下 因为柯妈妈 之前有曾经受过专访 他就说了 国董比较年长 他要说他的理想 要做什么 柯文哲看要怎么样 来配合他 所以我们看到 张艺山他就爆料 他说民众党党员 人数最多的 就是柯妈妈的系统 米凤姐 柯妈妈系统 在民众党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吗 其实有人问过 这个整个民众党的核心是谁 人家就说是柯文哲跟柯妈妈 连陈佩琪都算不上 所以说 我觉得柯妈妈是一个 活力很坚强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整个人脉系统也很多 所以张艺山自己爆料 张艺山自己从里面出来的 整个党员人数最多的系统 可能就是柯妈妈的系统 就是柯妈妈整个在 这个handle这个人数上面 可能招揽的人蛮多的 而且说实在的 柯妈妈真的也蛮有魅力的 他比柯文哲更有亲切 更有亲切力 所以招揽党人数最多 当然是他也不会让人家很意外 就是说柯妈妈到底要干 就是说要干涉整个政治 要干涉多久 要干涉民众党的发展 到底要怎么样干涉 对不对 他对于他最近这几件事情 都跟柯文哲意见不同 那我们就不晓得到底是要听柯妈妈 也听柯文哲的 那柯文哲最近对于郭台铭不是这个 被罚这25分钟之后很不爽吗 对于郭台铭这种黏人精 这个恐怖情人觉得很不爽吗 那可是柯妈妈讲法又不一样 没关系啊 柯文哲就年轻嘛 那郭董比较年长啊 这对母子是在唱双簧吗 还是在做什么 我猜柯妈妈讲的是有点部分的实话 就是未来长久来看 还是会郭柯和啊 那但是呢 现在柯文哲一定要打出一个架势 我要把我的身价提高 我这个价钱提高之后 我跟这个柯文 跟郭台铭在谈合作的时候 我要的东西会比较多嘛 那你柯妈妈就已经透露出 你儿子你不了解 要不要郭柯和 我觉得依照柯妈妈的态度 郭柯和是可能的嘛 那柯文哲也不是说 也没有说死 他还是 他只是不喝咖啡 要喝奶茶而已啊 那他的条件就是说 我可能未来 我如果我们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如果不当不选总统的时候 你要给我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立委要多少席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代表一个 合作的架码 也扮演两手的策略嘛 对这母子就是在扮演两手的策略 就说我跟郭总说 我这个和颜月圣 我妈妈可能是会可以的哦 所以你也不要放弃 然后柯文哲就是打死了 就用扮黑脸的方式去弄那个 但实际上我觉得让总和起来 民众党我觉得不可能 就说不是完全不可能 跟郭台铭合作的 现在都只是在作戏而已嘛 那你柯妈妈 尤其是你柯妈妈 如果拥有最多的党员人数的时候 到时候这个不分区立委 是谁决定的 是柯妈妈决定 还是柯文哲决定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整个 你不要小看柯妈妈 年纪虽然很大 他脑袋蛮清楚的 很清楚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发挥影响力 在影响未来民众党的部署 对的确就是说柯妈妈 对于柯文哲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如果妈妈都讲话 那是不是柯文哲就会听呢 那现在不管是不是郭柯和 或说现在跟国民党的关系 来源自议员 国民党对郭台铭的态度是还蛮硬的 你看那个我们的中常委范成莲 他以为他会混得过去 他前几天先陪郭台铭拜庙 昨天又陪侯友宜 一副就是说我是用庙的身份 我是农域会长去陪这两个人 我有两个身份三个身份 我角色自动变换来去制读 所以他以为可以混得过 我们党中央就不采用他的说法 就直接开闸了 停权两年 停权两年的意思就是说 他中常委跟中央委员都没有了 你想想看他 国民党真的硬起来了 就硬起来了 就是说你不要再讲一些这种模拟两可题目 你这样子就是帮郭台铭注释 因为那个公告 我们党纪公告有讲说 你去帮郭台铭注释助旋 或者是参加他的活动都不行 你就是明显违反党纪 所以说他中常委的资格没了 中常委的资格就没有了 中常委拔掉了 那除非就是说 现在真的是想离开国民党的 求人得人的人 否则我是觉得一般也不太会去 跟郭在一起 像我们都很怕 我前两天的时候去一个 那个计程车工会的平安餐活动 然后是明明就工会邀我 然后我一去就看到 郭台铭在前面造势 我就马上闪了 流闪 就是我从后面溜进去 因为工会找我的 我们还是要去跟他打招呼 但是我就从后面溜进去 然后就跟郭台铭距离很远 但是其实正常来讲 我们不用那么怕 因为我们跑突 本来就是会遇到不同政党 同场合会碰到 很容易遇到 我今天即便是可能遇到民进党的 我们也会 有时候也会擦身而过 打个招呼 礼貌上打招呼 但因为那天是郭台铭 那就闪远一点 完全回避 因为只要是 打个招呼 我们同胖我们就违反党 就完蛋了 工生鹤立 所以现在党部对于郭 是踩得还蛮硬 那我反而是 我反而是觉得 郭柯和现在的几率 比蓝白河低 我觉得 蓝白看起来是在一起了 我觉得 因为你看像那个 柯妈妈不是说 在讲到柯美兰 到底要不要参选立委 这四年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们会怕 有没有这句话 就代表他们讨论过 但是他会怕 可是为什么柯美兰 又会被提出来呢 因为柯美兰 可能会成为蓝白河的 一个筹码 就是说 民众党在跟我们国民党 谈的时候 他说我们柯美兰 我们可以选 但我们考虑不选 其实我是觉得 他不见得会选 为什么 因为去年民众党 高宏安在选市长的时候 郑正前就是 柯美兰要选的那个 郑正前是横挺高宏安的 那郑正前去年 这么挺民众党 结果你们今年 又提一个人 去把郑正前拉下来 这是不符合柯文哲的说法 柯文哲是说 朋友是不会去弄他的 那郑正前是朋友 你故意拿一个柯美兰 拿来的下国民党 就是说我们也是有人 但是我们合作 我拿诚意 你觉得柯是虚晃一招吗 我觉得至少把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筹码端出来 对谈判 谈判是比较有力 所以这代表什么 在谈 那黄珊珊不是也讲说 大家不要一直讲 下架民进党 应该要讨论 上架联合政府 什么叫上架联合政府 应该就是跟国民党 组联合政府 所以蓝跟白 我认为 其实从这些人的谈话里面 比较像有在谈的眉目 反而是郭那边 大家会 现在会比较担心一点 未然怎么看 蓝白现在看起来 已经有合作的这个 氛围出现 那你说郭台铭 真的国民党蓝白 甩得掉锅吗 原资真的是 食之胜者 视食物者为俊杰 之前他评论柯文哲 说看看民进党 跟柯文哲合作 你看被他骗得好惨好惨 现在他们要 组联合政府了 就在原资的嘴中 讲出来是 蓝白和比较有机会 蓝白呢 可能要组联合政府 任何政党 都有自己的决策 我尊重 不过先回到 新竹市这一局 如果民众党 除了弄了一大堆堂口小弟 力挺李全教之外 在自己 坦白讲 唯一原申总的市长 陈富海是半路加盟的 原申总的新竹市市长 执政的地方 不提名立委候选人 那你觉得这个政党 你要提名实习参与部分区吗 那你这个政党 你要把你的立委放在哪里 那这个政党的发展就是 为了柯文哲的总统大梦 什么都可歌可泣 不管是黑金 可以拥抱 我们执政的市长 下面的立委 可以不提名 那是不是在告诉大家 国民党侯友宜不选总统了 要离让柯文哲 否则他在让什么东西 如果你告诉我们大家 民众党执政的市长 那一群不提名民众党立委 民众党去支持 国民党都不敢发政党提名 推荐书的李全教 然后弄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那如果不是为了柯文哲当总统 到底所谓何来 那所谓的联合政府 是指侯友宜 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柯文哲吗 那你们把郭台铭这个所谓的 郭台铭好像上个月吧 上上个月 朱立伦还是谁还在讲说 这是国民党重要的资产 现在叫做 我原来看到郭台铭 赶快绕开来 在一起同行都有问题 那国民党这种态度 谁跟他谈合作 我觉得郭台铭会心寒 郭台铭一心寒 邱逸那个小本本拿出来说 谁收国民党的钱 那就赶快拿出来吧 郭台铭以前的确有帮助国民党 不是吗 郭台铭不是借了 借了国民党那是发不出薪水 我印象说 是跟郭妈妈拿了一笔钱 借给国民党发薪水 那有借有还 那还没有关系 就是说今天你看到 国民党在处理这总统的局 立委提名的局 除了宫廷算计 个人恩怨以外 你看得出来国家大义在里面吗 那这样的联合政府上去 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政党 为了政党啊 所以我坦白说 为什么整个 二十几个版本的民调 赖清德相对稳定 然后柯文哲往下走 侯友宜也没有 侯友宜你说他生的多少也没有 郭台铭还在那边上下浮动 其实这里面有个很根本的 基本的原则就是 民众看不出来你蓝白锅 你们混在一起 到底是为了国家什么事 看不出来 只为了恨民进党 只为了不要让民进党执政 那这一群人 你跟黑的距离也近 跟贪腐的距离也很近 你跟中共的距离也很近 那唯一你恨的就只有民进党而已 那这样的政党 剩下到底是为了政党爽 是为了215 到 criticizing 超级的 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